王源 詞曲 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不要再惆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不忘 谁没点到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阳光 遇到处有阳光 在十字路口彷徨 谁让他欣赏 无情的海游 露出你笑脸 孤独是落地有光 指定他方向 不要惶惶 不要再惆怅 天上人间 到处有阳光 谁没有不忘 谁没点到过 只要有希望 到处有温暖 你以后啊少喝一点水行不行 老叫我抱你妙亮 都快把我累死了 那你不不在意 那你不在意 俺怎么在意 你不在意 心事 都快三个 会把我换 你走 不要不快 惹 你不在意 事 你会大的 小姐, 李師母 李老師帶著阿喜去找馬飛了 怎麼了?是不是看到馬灰了? - 不是馬灰了,是有人在打架了 人家打架有什麼好看的呢? 走吧,不要管人事了 老叔,真的是馬輝 他被人家追了,在打他 馬輝,老叔找你回去啦 老叔,馬輝在你面前啦 馬輝 馬輝 馬輝,老叔找你回去啦 老叔,今天你不回去 以後就沒有機會了 阿絲,他說什麼 他根本就不想回去啦 不可以,你一定要回去 我恨死 他 他 老叔,馬輝跑了啦 李老師,你怎麼了 他 還在替馬輝擔心哪 那種人哪 不值得你替他操那麼多心 吃飯,吃飯嘛 對不起 你能不能亂吃 oui AND 李老師,都怪我說 是我害的馬輝 算了 阿喜 你也不是故意的 可是 是我跟狐狸精在談馬輝 不小心給夏先生聽到了 馬輝才會被趕走 是我害了他 是我害了他 阿喜 不要難過 我們再想辦法找找他 找他又有什麼用 夏先生還是不敢讓他回來 沒有再聽聽夏先生 倒是馬輝 這孩子的歌詞很倔强 還不都是環境逼的 這次如果夏先生堅持不讓他回來 那我也不幹啊 不要這樣子 夏先生這麼嚴格也有他的理由 他是為了我們這裡的孩子著想 才不得不犧牲馬輝一個人 才不是呢 李老師 你不知道夏先生這個人啊 夏先生怎麼樣 這次他還剪了 甚至上有殯 Outside 他青菜的人 是同學習義工事ires 暫習我們有幾位 居體的一個老闆 所以他們很清晰 租阿 做兒 drafted 你准备拿这个房地器 向银行贷多少钱 要350万 350万 够吗 你准备把成账中心扩展为成账学校 这点钱恐怕不够吧 是是 当然 这个350万办个慈善事业是不够的 我另外有笔基金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然我也考虑到我自己 要没有赏还的能力 我总不能叫陈总你替我还这笔账吧 那倒没什么 这点风险我还担得起 我只是不希望说李文川李老师知道 这件事情跟我有关联 这一点你放心好了 他绝不会知道了 提起这位李文川李老师 我真感谢陈总你替我介绍这么一位 有爱心有耐心的好老师 老师说 这个扩建计划还是他提出来的呢 当然这个计划以前我也曾想过 如果没有李老师的知识策划 我是不敢提出来的 再说呢 这个残让教育在国内 真的起步的阶段 不要说是经费了 就是失资还是有问题的 现在有这么一位李文川李老师 就是孩子们的父亲 不敢提出来的 如果我们的家长 这个月份 夏天 我感谢 但是我感觉 和我们一位 幸运的 从来 明日 研究 我们大学 为極心 這點小事不值得一提 而且我也不是那麼沒有私心的人 我確實因為李文川是我的朋友 我才出面支援你的 不過有件事情我要提醒你 千萬不能讓李文川知道 這件事情跟我有關係 是我介紹他到裡面工作的 知道嗎 小美 你要好好的練會這些字 你知道嗎 台灣盲人重建宴的那些叔叔啊 伯伯阿姨們 為了替你們製作這些課本 花了多少時間和精神嗎 嗯 老師 我知道 我會努力用功的 我不覺得他 有錢 你看 我們幫你去做訪問 我做訪問 當你去做訪問 你要去做訪問 我還是去做訪問 他做訪問 你做訪問 你做訪問 導演 你做訪問 你有訪問 他做訪問 看真了 什麼事? 當然是收房租了 還有他向我借的房地器 說什麼要拿去教育局 登記 申請什麼學校立案 我不放心啦 我要趕快向他要回來啦 夏人生出去了 我剛來沒多久 這裡的情形啊 我還不太清楚 你等他回來 再來好嗎? 又不再 奇怪啦 最近老是找不到人啦 我打電話來也不在 他到底是忙些什麼 他該不會是在 在躲我吧 怎麼會呢? 他怎麼會躲你呢? 怎麼不會? 你不知道啦 他已經欠我三個月的房租了 我問他要啊 他一直拖一直拖了 誰曉得他搞什麼鬼 好 好啦 我就在這裡等他 遲早他會回來 我就不相信了 等不到他啦 走啊 我看不到他 你怎麼耐忍的 他們怎麼耐忍的 你呢 看不到他 夏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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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认识我了 谁姓姓 你认错人了 你不是 你不懂了 不要乱电话 走啊 不要还不 你等一下 等一下 朋友 humor acad 他总是用手 這麼小小 他的臀śl 不认信 他和 Jack 很 Vill 鬼 可可 不知道 以此爸 你认理 不认为 父亲 你 好,我來幫你啊 維亦 拜拜 維亦 喂 夏先生啊 李老師 很抱歉 這兩天我不在 孩子的事情都偏老你了 哪裡哪裡 夏先生 你現在在哪裡啊 我還在外面忙嘛 怎麼 有事啊 是的 房東崔先生啊 來找你收房租 還要他的房地契 他還說不見到你 他不走耶 我馬上來 我馬上來啊 我把房租送給他 隨便把薪水也發給你們 雖然看著您 你寄社裡 她很厲害 好 換了 蟻 Emergency 是 認識 這 是我 你 這個 小leep 你 兩萬塊,我再預付你下個月的兩塊,一共是十萬塊 這樣總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了,當然可以了 那我的皇帝去呢? 這個你就不要急了嘛 要送到教育餘期令案呢,不會馬上就要下來了 不過辦好令案,因為我說那個事情怎麼會實現呢 你要知道,我們這二一天做五,有福同享誒 可是太久了,我怕 你怕什麼,皇帝去是你的名字 在我手上是廢紙一張啊,又賣不了錢 你有什麼好怕的 這 你放心,你放心啦 你的皇帝去保險得很,絕對沒有問題啦 但我覺得比較重要的好,就算了 你功夫的她,也有本事 你功夫的她,我等到她 要幫她的太多一點 就 chess了 你功夫的她不少 我依然你們啊 提出一下 我依然不少 你還想要多少 當然是越多越好 老闆 那我呢 在這兒 這是你的 老闆 有件事情 我想求你 什麼事兒 你說吧 讓馬威回來好不好 他在外頭流浪 好可憐 不可以 我這個人別的長寿沒有 對於管教孩子我是絕不馬虎 那種壞孩子 都值得你向他求情 阿馨你好好幹 過一陣子我這裡發人起來 我保你做大領案 算你還有一點良心 過年還知道交我們獎金 否則 我早就不幹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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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對 看老師 手 放這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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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是這樣 我 我 大宝 你在做什么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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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 林林要再欺負小梅了 知我 你說我什麼 去 我 一傘一傘 一傘兩晶晶 滿天都是小星星 掛在天空放光明 好像許多少眼睛 一傘一傘兩晶晶 滿天都是小星星 林林 styles 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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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不喜歡這個 老實說都在夏天上經過 而 等盤價結束,就送你到學校 如果你還是跳皮搗蛋 學校的老師,可是會賜華您的喔 老師,你這樣講,他聽不見,他就在你旁邊 喔,對不起,我忘了 娘娘,我知道,你討厭這裡 我引進啊,跟夏先生商量過 等盤價結束,就送你到學校 你這樣這麼搞的,走入國宅引進啊,討厭 我又不是故意的,你幹嘛那麼兇 你最老能還這麼兇啊,你扯別人看我了,你到底是誰啊 你管我是誰 你說,你要來找誰的 我誰都不找,我隨便來參觀可以吧 胡小姐 胡小姐 胡老師 剛剛那個人是誰啊 我,我也不知道哪裡跑出來的神經病 撞了人,你一聲對不起不說就溜了 他根本不會當我的姐夫 我才不要你嫁給他 我先跟你講到囡魁的架子 我這麼想到達成這樣,你沒有人 我不帶到家裡 你不帶到家裡 我相信不要你 你不帶到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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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為你回美國去了 姐 我剛剛去了你現在所提的那個養護中心 你去幹嘛 去找文川啊 我沒找他 我只是去看看而已 那文川就讓你去了 他眼睛看不見 他怎麼會知道呢 你 你怎麼這麼說呢 既然你去了 就應該跟他打個招呼 他總是你姐夫嘛 我說過了 我根本不承認他是我姐夫 你 那你還來幹什麼 姐 你辛辛苦苦為我熬了這麼多年 我不能不關心你 我剛剛去看他 是希望能看到姐姐嫁的是個好丈夫 可是我剛剛看到的呢 他是個永遠沒有辦法擔起做丈夫責任的人 我看他 他今生今世 註定是個廢人 你給我閉嘴 我不行這樣侮辱他 我這麼說叫做侮辱他嗎 你自己去看看 一個蝦子挖在那種地方 教的不是蝦子就是籠子 要不就是殘廢人家不要的孩子 有什麼希望可言 還有什麼前途 你不懂 你根本就不懂 我是不懂 我真的不懂 我不懂你為什麼這樣死心塌地地對一個蝦子 為什麼你放著好好的路不走 跳去走那條死路 我不懂 我真的是不懂 你不懂 你不懂就算 像你這種 沒有過過一天苦日子的人 我根本就不捨往你懂 我終於知道我錯了 當初 我不應該拼命地賺錢供你讀書 而不教你一點做人的道理 你知道嗎 我現在告訴你 人生最重要的一點 就是要有一顆 關心別人 處處為別人著想的心 你說我不關心別人 不為別人著想 李文川他有嗎 他假如說關心你 他就不會要你嫁給他 他要是為你著想的話 他不會自己把你放在家裡 而他呢 跑到什麼破養戶中心去 他這樣 他算是個男人嗎 他配做姐姐你的丈夫嗎 你閉嘴 我們的生活要怎麼過 是我們的事 又不找你來管 你看不管 你滾回你的美國去好了 好 是你說的 你可別後悔 我才不後悔 這麼多年來 你又沒有回來過 我還不是過得好好的 你要走就走 我就當面你這個地 走 走啊 你為什麼不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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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啊 走 姐 你不要再來 你以後不要再來 我不要看到你了 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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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我不是說我 有的是我嗎 我不會是個女人 我不用了 我不是說我 你會是一個女人 她是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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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自己去女人 快點頭 我想我真的 季小姐 当作死刑的想法 不错 带着癌症活下去 的确令人焦虑和恐惧 而接受治疗 必然会尝到治疗所经历的痛苦 如果你愿意成熟治疗过程的痛苦和煎熬 就表示你愿意为你的生命奋斗 这个奋斗是失败是成功 总之你试过 你没有放弃你的生命 你就是一个勇者 纪小姐 请你告诉我 你愿意做一个悦者吗 你愿意在人生的战场上退去 而不愿意轰轰烈烈的活下去吗 不 不要再说了 求求你 别说了 我身为一个医生 根本没有必要 想病人说这么多话 可是 我不忍心看到你这么年轻的生命 就这样不珍惜地毁掉 我不甘心 纪小姐 请问你 你甘心吗 我 我 你甘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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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不是不相信你的诊断 我更不是恐惧 我无法痛苦 我什么苦 都吃过 我相信任何身体上的痛苦 绝对比不上心灵上 受伤上所感受到的苦 我自信可以爱得过 任何治疗上的痛苦 我只是 只是什么 我只是还没有时间去生命 我 我还没有准备好 季小姐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像我这样的人 生病 是一种奢侈 我没有权利 也不够资格生病 你指的是医药费 你担心治疗会花费一大笔钱 据我所知 您在一家成衣工厂工作 你有劳保啊 我指的不是这个 那么是 我有一个妹妹 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 他们都必须靠我来维持生活 尤其是我妹妹 她才上国中 如果我倒下去了 她就必须休学 来赚钱养家 我不能那么自私 我不能 我必须加点工作 多赚一点钱 等我赚过我妹妹家来念大学的学费 和他们的生活费 我想 我也许可以试一试 你们所说过的那些治疗的方法 可是 不是现在 现在的我 只能说 谢谢你 陈大夫 我很好 我没病 再见 陈大夫 美兰来过没有 你们是 陈大夫 你忘了 我们是纪美兰的朋友 请问纪美兰有没有来过 来过 刚刚才走 你们找他有事吗 志培 我们快追 陈大夫 谢谢你 走 快追 郭先生, 郭先生, 郭先生。 拜托你 好吧 我答应你就是了 不过你要答应我 尽快来治疗 谢谢 那我走了 美兰 你怎么那么傻 那么傻呢 美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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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长 古伯伯 我总算把美兰给找回来了 美兰 你回来得太好了 太好了 对不起 董事长 为了我的事 害你们多费心了 没有的事 没有的事 只要你平安 我们大家就放心了 古伯伯 我接美兰回家跟我一起住 您说好不好 当然好啊 美兰 你知道吗 这两天为了找你 我和志佩走了多少路 困了多少地方 我连饭也没吃好 觉也没睡好 志佩都是我受 对不起 是我不好 美兰 我并没有要责备你 你回来就好 我又可以安心地吃 放心地睡了 说不定过两天 我就像吹了气的气球似的 胖起来了 你是该胖一点 胖一点有福气 志佩娶了你 才更幸福 美兰 你 你告诉我 你为什么要走 是不是为了志佩 你 你是不是还在爱着志佩 你 你离开 是不是在逃避我和志佩 你 傻瓜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什么 其实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和志佩再进一次礼堂 你可以 你 杉杉 过去的事 不要再提了 你不是很关心我的身体吗 我现在累了 我要休息了 美兰 美兰 大小姐 大清早的 你怎么不平常睡袍 要光了脚 会受凉的 王妈,你先别管我 你有没有看到美兰 季小姐 她走了 什么 她走了 是啊,那她有没有说到哪里去 没有啊 对了,她留了一张纸条 要我交给你 在哪里,快拿来 珊珊,我走了 不要再找我了 你们结婚的那天 我一定会来祝福你们 如果你们想念我 想见我 那就赶快结婚吧 美兰 娘 到学校 要乖 要好好读书 将来 才能出人头地 不要再跳北搗蛋了 知道吗 第一天上学 让阿喜带你去 以后 你自己 要坐公车 什么 要我坐他的车 我才不要呢 要不是李老师拜托我 我才懒得带你这个讨厌鬼 阿喜 不要乱说话 要乖 阿喜啊 不带你去 你要迟到 第一天上学 你就迟到 给老师 画印象 怎么可以呢 去吧 听话 乖 你抱 你抱哦 不然睡得去 我不管哦 我听不到 你抱住啦 诶 到了 快下来啊 诶 诶 你干什么啦 学校到了 快下来啦 你说什么我听不到 你耍赖 时间还早 你再带我去捞一圈好不好 不好 不好 我 还 要 去 买 菜 诶 诶 赶快下来啦 你上学哦 来不及啊 那你下午再来再来往好不好 我 诶 诶 你 不是不要 坐 我的 车 我现在要坐啦 诶 你要 也 没有用啊 你 放学 的 时间 是我 最 忙 的时候 我 要 做 晚 换 没有空 来 接你 我不管 你不来啊 我就不回去 小梅 我肚子好饿哦 小强 等那一点 等林音姐姐回来一起吃 阿喜 他真的跟你说 你不去接他 他就不回来吗 是啊 我还以为啊 他是跟我开玩笑 小孩子的自尊心很强 他既然开口了 你不去接他 他一赌气啊 就不回来了 嗯 我在想 他也有可能放了血 又跑到别的地方去玩 玩得忘了回来的时间啊 再怎么贪玩 饭总是要吃吧 我就不相信他二的肚子 还玩得下去 那 那他会到哪里去啊 当然是学校啊 你还不赶快去接他 我现在去有什么用嘛 学校老早就放学了 我到哪里去找他啊 你不去 怎么知道没用呢 说不定 他还在学校门口等你了 啊 不会啦 不会啦 阿喜 你就去一趟嘛 孩子们都肚子饿了 别让他们等太久 好啦好啦好啦 你送我倒霉啦 啊 啊 吴小姐 你能不能告诉我 有关娘娘的生事 啊 比如说 他爸爸怎么样啦 妈妈怎么样啦 还有 他家里的情形 以及呢 他为什么 会被送到这里来 我也不太清楚耶 我只知道他妈妈死了 他爸爸没有办法照顾他 只好把他送来这里 所以他很恨他爸爸 我也不太清楚耶 他不会讲话 只是耳朵听不见 表示是后天的耳容 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听他爸爸送他来的时候说的 零零两年前生了一场病 他爸爸不知道如何照顾他 后来发高烧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我听他爸爸送他来的时候说的 好 你看什么看 你知不知道大家为了你有多超级啊 哎 算我倒霉了 上车吧 要不是李老师要我来啊 我才不来啦 嗯 我就不信哦 我不来你会等到天亮了 上车啊 哦 好了啦 大小姐 上车吧 哦 你不知道那么紧干什么嘛 你不要慌张一点啦 哎 哎 洗手是不是饿了 哥哥 你冷不冷 你一定饿了 等一下 我弄饭给你吃 以后 这里就是你的家了 知不知道 你怎么在发抖 你害怕对不对 不要怕 我会保护你 以后啊 你就是我的狗狗了 我会疼你 爱你 不让别人欺负你 你说好不好 让你 我难道 你说什么 她是个小弟 。 她是个小弟 她是个小弟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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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到處有溫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